好,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通过VMware Workstation这个软件 是如何安装U邦兔的 首先这个软件 它并没有安装我们真正的机器 它首先必须要先创建一台假的计算机 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步是先点文件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新建虚拟机 那么通过这个新建过后 就相当于新建了一台什么 假的一台电脑 就像你在电脑层配电脑是一样 就相当于配的一台假的电脑 在这个地方它首先会弹出一个框 这个框第一个就是问我们是使用标准安装 还是自定义安装 那么一般情况建议大家采用的是 推荐的典型安装方法 因为这个安装过后 我们如果想再进行微调也可以 因为后面最后把配置单列出来过后 我们可以微调 所以建议大家都使用这个典型安装 除非说我们要做一些企业级的一些什么磁盘 磁盘那个备份或优化等等 可能会用一些这个自定义的高级 我们先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典型安装 好点击下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他就会问我们你到底是那个安装操作系统不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他问我们 因为我们虚拟机是个假那个空的电脑 对不对 我们需要安装操作系统 那么我们可以先点这个 叫稍后安装 不着急 点下一步 然后这一步要注意啊 这一步呢 是我们虚拟机目前支持的所有操作系统的一个版本 你看可以支持Windows 就是你可以安装Windows的这些版本都可以安装 然后呢 也可以安装Linus版本都可以 但记住 这个地方的选型 其实是跟我们什么 这个虚拟机最后一些工具包有关系 就是说 如果你这选错了 虽然你可以安装其他的软件 安装安装 比如我选了Windows 但我其实最后还是可以安装U邦兔 但是呢 很有可能在我们后面 U邦兔启动过后 我们在安装一些 他的一些插件的时候 相当于这个虚拟机的插件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什么 找不到 或者是不稳定的情况 所以建议大家呢 在这个地方的选型 一定要跟我们最终要安装的操作系统的什么 那个型号要匹配 这样的话呢 他在安装虚拟机 在找我们相关插件的时候 那么他可能就怎么 就能找到正确的匹配 好 我们这呢 选Linus 然后这个地方呢 U邦兔呢 因为我的计算机是那个8个G的内存 所以我安装的本身是64位的 因为这样的话 它的性能能发挥到 根据你个人的系统 如果你是安装 我们内存没有超过4个G的 然后使用的是那个32位版本 那就是U邦兔对吧 然后你下的时候 也是下U邦兔的32位版就可以 如果说我们下的是64位版 那这个地方一定要选成什么 U邦兔的64位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点下一步 然后这个地方很显然就是我们安装虚拟机的一个位置 虚拟机的位置 那么自然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不建议大家安装在C盘 对吧 那我们来把它那个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点击浏览 然后我们点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D盘 D盘呢 我们下面比如新建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就叫U邦兔 U邦兔 好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这个目录呢 一般情况建议大家不要有中文 虽然现在可能问题不会太大 但是就担心有些同学的机器呢 可能是一些命名规则 或者是那个配置的时候 这个操机系统不太一致 所以建议大家先不要用中文 免得到时候出现一些问题 你也不好调整 对吧 好 那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一步呢 我们就开始指定我们磁盘容量了 磁盘容量呢 一般情况下 它20个G呢 如果只是嵌入式开发 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我们要想着用这台虚拟机以后 要编译安卓内核 就安卓内核和安卓的文件系统 全部要编的话 这个20G是不够的 根据Google的推荐呢 我们至少应该50个G 就说你至少要50个G 我们在安装那个编译的过程中呢 它会生成大量的临时文件 那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50个G可能才够 所以说你稍微多一点没关系 当然这个大小呢 肯定是跟你现有这个计算机的硬盘有关系 比如我的地盘本身只有30个G 你分50个G肯定是不现实 对不对 当然现在不存在了 因为现在硬盘都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选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区 然后呢去什么 分一个你比较 比如50个G 或者是60个G以上 这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容量就可以 然后这个地方呢 文件呢 我们一般选多文件也可以 单文件也可以 那么这个问题不会太大 好 然后呢 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列出了我们的什么 一个整个清单 当然你觉得这不满意 你可以自定义一下 如果说没关系 你点完成就可以 好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虚拟机的就是第一步 就是相当于配了一台什么 空的电脑 就相当于没有装任何软件的一台什么 假的硬件就出来了 这个硬件出来了 而且这个硬件还可以调 我们点击右键设置 设置中呢 我们说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内存 内存可以进行微调 比如说我们这儿像我这个计算机呢是8个G 所以说我可以把它分成什么 给两个G给虚拟机 如果说你的内存确实太小 你尽量还是不要那个分太大 因为你这个内存本身是跟你系统本身内存有关系的 反正如果虚拟机想开发的话呢 温7的话 一般还是建议大家用8个G 这个速度比较快 如果说4个G呢可以够 但是稍微要显得有点慢一点 稍微慢一点 所以我们用两个G 然后这个处理器呢 我们说也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这地方可以支持多核的 可以支持多核的 这个呢主要在我们编一些大型程序中 可能会用一些多核可以帮我们提高这个编译效率 尤其像安卓啊 等后期我们编译安卓过后 你就会发现啊 像安卓的那核 可能我编一次可能就要几个小时啊 所以说这个 如果你的处理器性能比较好 那那个性能 那个应该说你的时间就会比较解约一点啊 然后像这个虚拟化 一般情况下我们用自动也可以啊 因为我们现在的CPU呢 就比如像我 像我这个是酷睿系列的啊 它一般都会支持 CPU内部会支持一些虚拟化的技术 那么你用自动 它会帮我们探测一下啊 帮我们探测一下 好 如果说就是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勾打上 就是说你可以使用我们英特尔的 或者是这个MD系列的虚拟化的一些技术 这样呢可以加快我们虚拟机的访问的一些效率啊 好 然后这是硬盘 硬盘就可能改不掉了啊 硬盘可能改不掉了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光区啊 光区 那么光区呢 在我们安装过程中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 你就使用物理光区或者不用都可以啊 当然我们在这地方呢 因为我们在即将运行这台计算机的过后 我们需要安装什么 安装我们的U邦兔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把我们的U邦兔的光盘插进去就可以啊 那么我们可以点使用ISO镜像文件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把我们的那个光盘给它加进去就可以 好 好 我们呢就选择这个10.04啊 10.04的安装包 因为这个版本比较低端呢 然后它吃内存和那个系统性能还是比较优越啊 就是说你电脑不会很卡 如果你安装最新的14.04版本呢 可能你的计算机啊 可能如果是你的性能不是很好的话 可能很有可能比较卡啊 当然没有关系 大家都可以安装啊 你都可以试一下 好 点击打开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下一个就是网络适配器啊 网络适配器呢 目前希望大家呢 都按照这个NAT的方式去进行链接啊 所谓的NAT 你一定要把它记住啊 它就相当于我们可以 大家把这个图记住就可以啊 就像你 你这个圆圈 就是你刚 现在这台假的计算机啊 假的计算机 是不是相当于有个网卡 这有个网卡 这个网卡呢 其实它的问题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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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啊 它意思是 这个网卡有个网线啊 这个网线 这个网线到底是桥过去的 所谓桥就是桥到外面去啊 就是他桥到一个其他的物理 就真实的网卡上啊 还是NAT NAT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 这根有根假的网线啊 假的网线 然后去挂到什么 我们虚拟机安装过程中 会安装一个假的路由器啊 这个路由器是假的 当然你可以把它当成路由器啊 到什么 烂口上 就说相当于我们用点了NAT过后 相当于这根线啊 这根线就挂到什么 这个假的路由器里头了啊 那自然而然这个路由器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一个假的局网 对吧 一个小的局网 那么我们温的是跟这个圆圈通信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个假的局网进行通信 看没有 那局网上的了网上不了网怎么办 是不是要靠局网的 靠这个路由器的腕口啊 靠这个腕口怎么的 是把这个数据网往外去转发就可以 对不对 如果你的这个计算机能上网 就Windows能上网 自然而然这个路由器是不是肯定能把这个数据帮往外转发 对不对 所以NAT也可以保证我们这台计算机的什么上网 但这个上网的时候呢 它因为没有共用什么这个网卡 没有用没有共用这个网卡 那相当于什么 那它是不是就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跟我们的IP 就是跟我们的什么这台计算机共享IP 所以说NAT方式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它相当把这台计算机啊 那个隐藏起来了 你的外网是看不到的 它相当通过这个假路由器访问的 所以这是虚拟机中使用NAT的一个问题 这个呢我们后面反正还要细讲 现在你先理解尽量能理解到是最好的 就是跟这个路由器夹那个相当于假的相连了 好 然后其他的呢 你就按到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主要是硬件 选项你可以先不管 选项可以先不管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过程 然后如果你想问一下我们工作目录 就是我们的安装 安装的那个假的那个硬盘在哪个目录啊 就相当在这儿 地盘就刚才我们新建的目录 好 然后我们这时候点击确定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点Pull On 然后开始启动安装了啊 好 安装过程 安装过程中呢 它可能会进行一定的探测啊 一定探测 然后开始进行相应的启动啊 好 我们稍微等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在安装过程中 它会其实会问你安没安完啊 安完过后呢 你它会问提示啊 就是我们需不需要安装插件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程 所以说你可以把点这个插 就是说你你不需要不需要关心它就可以啊 点这个插就可以了 好 默认情况下呢 这个光盘其实就是一台最小的利纳斯啊 就是最小的U邦兔 所以我们可以试用它 就是你像点这个TRI过后 你就像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运在光盘中啊 运行了这个U邦兔啊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没有必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它直接安装起来 安装过程中呢 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个中文啊 因为它支持中文 你就可以安装中文啊 也没有关系 然后你点装这个安装什么U邦兔就可以 然后在安装过程中呢 其实它是它主要还是希望我们能上网啊 但是如果说你想安装快速安装 那么我建议大家呢 把这个网先断下来 因为它如果检查到你有网络过后呢 它会安装一些那个更新包 所以你可以把它网络先断下来 可以啊 好 我们先点下一步啊 来看一下 下一步呢 就开始进行所谓的什么那个时区选择啊 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键盘 键盘呢 你不用关心啊 一般来说 它探测的键盘都跟我们现在这个键盘布局是一样的 你不用去再选其他的布局了啊 就说基本都是标准的啊 这个布局 好 点击前进 然后这一步呢 开始进行我们的分区啊 因为我们说在买了一台新电脑过后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分区 分区完后才装系统 对不对 分区和格式化啊 那我们这儿呢 要注意 因为我们现在这台计算机是一台假计算机 就是我们将来用地盘的优邦兔这个目录啊 去分了50个G 然后给我们去用 对不对 那我们在第一个选项中选这个清空 并使用整个硬盘 其实就是什么 就对这个50个G进行清空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 就可以直接拿来用就可以 那么也说这50多个G 一旦被格式化完过后 是不是影响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包括Windows的这个硬盘呢 没有啊 因为它只是一个什么 假象 所以说你这儿分区 你可以随便分的 你不会担心 由于这个地方的分区 导致我们整个超市系统 怎么的 起不来 就跟Windows有关 没关系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第一个选项 好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开始输入我们的什么 用户名啊 然后你去输你的密码就可以啊 然后点击前进 然后最后就没什么啊 最后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是说一下 大概的一个 它的一个最最终的一个 那个安装 安装选项 然后你确认一下就可以 然后点击什么 安装就可以开始安装 好 好 这个安装过程呢 可能有点长 如果你没有网络啊 就是把网络断开过后呢 可能速度要快一点啊 速度快一点 所以说这儿呢 建议大家可以先把网络断开 等以后 安装完过后 我们再进行update都可以啊 好 如果说没有网络的话呢 一般来说 可能5到10分钟 可能就安装完了啊 如果有网络 它下载更新 可能需要时间跪更长一点啊 然后我们现在点击 现在重启就可以 好 在那个点击重启过后呢 它会提出提供一个叫做 让我们移除这个光盘 然后关闭它啊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就点右键设置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光盘中啊 你就使用物理光区就可以啊 物理光区就可以 然后就相当于它 我们就不再用这个这个ISO 作为启动盘了 好 点击 然后我们点任意键 好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U邦兔就开始启动了啊 开始启动了 好启动过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它跟Windows很像啊 也是那个输入一个用户名密码 然后就可以启动进去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应该说U邦兔其实就这样安装完了啊 好